未来的天空藏着无限道理,能够拥有一台无人机去探索未知,相信这是很多孩子的梦想。 如今VR游戏越来越火热,如果有一台激光射击的编程积木无人机,又该是一种怎样互选的体验。 让我们通过视频感受一下神奇的编程积木无人机。 那么,如何独自设计这款可以进行人机互动的激光射击无人机呢? 你需要从这几个方面入手,一起来看看。 设备清单1 Ghosting变成积木无人机,12气球,13激光检测模块,24风鸣器模块,15电阵组织模块,16少许积木短销模块。 在组装之前,最主要的是先弄清楚各个模块是用来干嘛的,小伙先带你们读个人试下。 模块介绍1 激光检测模块 激光检测模块是主动探测,并发射信号的检测模块。 它分别由黄色激光发射头,和白色透明激光接收头组成,至少有两个激光模块组成一组,互相发射激光,照射白色透明的激光接收头。 当接收头接收到激光照射的时候,就会反馈信号给Ghosted编程积木无人机上的拓展模块控制板,并通过编写好的程序模块,来控制其他的扩展,如风鸣器,间边彩灯,彩灯,魔环等。 其有效探测距离,而激光照射的距离,若有阳光折射会有干扰。 在扩展案例中,用于接收和发射激光。 2. 风鸣器模块 风鸣器模块,是被动接收响应触发模块,控制声,音打开或者关闭。 在扩展案例中,当飞行器被激光射中,风鸣器会鸣叫。 3. 电热阻丝模块 电热阻丝模块,是被动接收响应触发模块,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发热原件。 其作用是在通电后发热,将电能转化为热能,电流会产生一定的热量,并被导体传递出来。 在扩展案例中,主要是加热电热阻丝,当电热阻丝,达到一定热量引爆气球。 使用教程第一步,将激光检测模块,风鸣器模块,用金木短桥安装在飞行器顶部上。 第二步,将电热阻丝用海棉胶粘贴气球与飞行器,并把模块连接到相应的扩展接口。 第三步,编写扩展模块程序,收录到飞行器的扩展板上,后台回复人机互动,即可获得完整程序。 第四步,启动飞行器,引用拓展模块,就可以开始人机互动了。 Ghosting人机互动效果展示,一款激光设计无人机就这样完成了。 在版中,不仅GET无人机的各种传感器、机械、电子、控制、信息技术等多个学科知识,还有利于孩子信息素养、想象力、创造力的全面提高,同时也提升培养编程思维,赶快一起来尝试吧。 Ghosting编程机木无人机兼容的扩展接口,还能开发很多技简单又有趣的玩法,一起发挥脑洞,给Ghosting进行创新。 Ghosting编程机木无人机亮点放送,智能化编程,不仅支持简易的图形化编程,实现不同路径的移动。 还支持Ardu and Node开发环境,满足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,进行循序静静地学习编程知识,提高孩子逻辑思维,以及解决问题能力。 兼容扩展接口,智能驱动器上的扩展接口,可以连接各种开源模块,更是满足孩子的创造力、好奇心、探索及创新创意的动手能力。 给孩子带来的成就感,可以使他们持之旅行地学习下去。 官网3w.makrfire.cn更多免费创客教育、无人机教育等资源,可关注公众号创客火无人机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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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.